皮膚要有彈性光澤的關鍵 就是要有滿滿的膠原蛋白 主廚今天用豬皮加香菜 幫我們重回少女雞 是 我們今天要做這個蔬菜豬皮丼 首先我們要來教大家 怎麼樣去除這個豬皮的油脂 大家知道豬皮就是 其實有很多膠原蛋白 那其實你去買菜的時候 你跟他要一些他都會送給你 真的假的 老闆都超好的 那像上面這個油脂 我們要怎麼樣去除 這個我先汆燙過了 那我們把它鋪平之後 我們刀慢慢的從這個肉跟這個油脂的部分 慢慢把它切開 這刀鋪還是要滿好的 對 慢慢的來 就是如果說真的很擔心 就慢慢來就沒關係 不要切到手就好 像這樣其實上面還有殘留一些些 所以我會建議說一定要把它弄乾淨 不然你到時候做出來的豬皮凍 你會吃起來會覺得有點 蜜蜜的 恐怖恐怖的感覺 沒錯 像這樣子 然後剩下這一點點 如果你覺得真的 你的刀鋪真的切不好的話 沒有辦法這樣切成薄薄的話 你也可以用刮的 這樣刮的把它刮乾淨 你早說嘛 這個方式簡單多 是 大家都可以在家慢慢做這樣子 是 對 那刮好的這個豬皮呢 我們連同 我們先放到滾水裡面去 然後連同我們的這個蔥 我們是要去滷豬皮 對 沒錯 先要滷豬皮 然後放我們的這個薑 然後花椒 其實像這個花椒還有八角 我事先都有先把它稍微炒過一下 讓它香味更揮發 然後再加我們的醬油 再慢慢把它滷 那我想問一下在場其實有一個現成的 這個算是豬皮凍嗎 是 就是 但如果我們要做出這樣的成品 那個豬皮的量大概多大 其實你跟 像剛剛那個一小片對不對 像這個量的話 其實大概兩三片的那個量 就可以做出來那麼多了 兩三倍就是 對 因為我們等一下煮完之後 還會再把它切絲 對 那我們是稍微煮它一下 滷一下 這邊可以看得到是豬皮 還有一個最近比較昂貴的香菜 是 我問一下 你怎麼看 豬皮的話 大家不要覺得豬皮很油 其實每100公克的豬皮 竟然它的蛋白質高達20公克 所以這樣20%是滿多 而且我們剛剛主廚已經把油脂刮掉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養顏美容 我們說皮膚的底層就是需要蛋白質 所以偶爾吃一下這些是還滿好的 但不要超過100克的微線 那再來香菜 香菜其實有大量的維生素C 100克的香菜裡面 它的維生素C含量63毫克 比番茄還多三倍左右 而且還有大量的維生素A 我們說維生素A 合成貝塔 胡蘿蔔素也有養膚 但是就是額外香菜還有一個 它有所謂的方張醇 它是可以抗菌消炎的 所以其實我個人是超愛吃香菜 但如果最近太貴的話 大家可以放少一點 對 主廚現在把一個 算是豬皮已經滷完了 對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記得要還要再加一點的米酒 可以去除一些腥味 那豬皮這邊是我事先滷好 示範給大家看 它滷到什麼程度呢 滷到你拿出來 稍微這樣子筷子可以穿過的程度 這樣子可以穿透 對 那一般來說 像這個要滷多久會到這種程度 如果說看你的量 像這樣的話 其實大概鍋子可能滷60到90分鐘 那如果像壓力鍋那種可以嗎 壓力鍋很快喔 壓力鍋可能大概15分鐘以內就可以好了 對 有時候滷太久 它的口感會比較軟爛一點點 對 那再來我今天裡面呢 額外還有再加的就是我們的蔬菜 要增加它的纖維質 還有豐富的營養素 那我們滷好的豬皮接下來要怎麼做呢 我們把它切成絲 對 切絲之後 這樣一絲一絲的 那像我們的這個豬皮 它因為切完絲之後 我們可以把我們裡面的辛香料撈出來 再把這個蔬菜跟豬皮一起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呢 我們放在那個容器裡面把它冷卻 就會隔天出來這樣 放冷之後它自己就會凝固了 對 沒錯 它就是滿滿的膠原蛋白在裡面 對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這樣切它 對 切出來 裡面有蔬菜 裡面就有蔬菜這樣子 沒錯 而且還充滿纖維的蔬菜 是 那剛剛大家很在意的 這現在很貴的香菜 香菜它的營養價值呢 我們要來生吃它 我們把它放進去 放那個調理碗裡面 對 然後加一點香油 對 這個大概就是淋在我們的豬腳凍上面 對 沒錯 然後我們喜歡一點點的蒜 蒜香 對 其實蒜頭對身體也都非常的好 那再來一點點的辣椒 對 然後我們把它拌一拌 那像這個豬皮啊 其實它搭配著這個醬料 一起吃就非常的好吃 我們等一下 你看喔 我沾一個給大家看 這樣 哇 這樣沾起來就超級好吃 感覺消死不開胃 對 你這個再加冰子 你隨時想要吃都可以 那我們等一下把它擺盤 像這樣子 就是鑽在那個燕客上面 也都是一個很漂亮的燕客菜這樣子 對 我們這道料理就完成了 推薦這道蔬菜豬皮凍 豬皮含有大量的膠原蛋白及彈性纖維 再淋上特調的醬料 滿滿膠原蛋白Q彈口感 找回你的光亮水嫩肌喔 其實到了夏天的時候 還有一個困擾 是一出去外面 哇 就全身是汗 然而有些人的汗味會造成 自己跟旁邊的人有點尷尬 就想問一下蔡醫師 如果你的汗有異味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做 好 其實我們汗水 有分這個大汗腺跟小汗腺 一般聞到那個臭汗聲 那是大汗腺的 那我們小汗腺 那我們一般那個糊臭的話 就是像是在我們的耳朵 胸部 我們的外音部 腋下等等 有些人會散發出 十倍的孜然粉的味道 所以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濃烈 還有一個地方也是相當可怕的 是在腳的地方 有些高中生回家打球 鞋子一脫下來人在一樓 爸爸在二樓就知道他回來了 因為是十隻鹹魚的味道 那其實它發生的問題 是這個我們有一個叫 竹治肚食症 其實它是一種細菌感染 那這種的腳 鞋子一脫下來 你就看到它的腳 就像什麼 我們蒸蛋 用電鍋蒸蛋 蓋子沒有打開 那個水滴下來的時候 一個一個凹凍的感覺 全部它的腳質層都被這個棒狀感菌去分解掉 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難聞 非常的濃烈 那其實這個是可以治療的 基本上我們會建議它穿這個 比較透氣通風的一個鞋子 然後它的襪子部分要比較吸汗 然後當然它的衛生習慣 包括說去打球 流汗等等 回來還是要趕快熟洗 不然這個臭矯正真的是 鞋子一脫全家都會知道說 它已經回來了 對 那像比如說有糊臭這樣的人說 我們應該可以做什麼方式 像止汗劑是有用的嗎 止汗劑只能止一部分 那其實糊臭的話 它跟體質跟情緒都有關係 所以在它的飲食 加它的生活等等 其實都是需要去做一些調整的 是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聊到了蠻多 夏天會出現的一些困擾 比如說夏天的時候 小溪那種黴菌發生率會比較高 流汗其實就要特別留意 要保持通風 甚至止汗劑的使用 其實對我們都蠻好的 注意另外一個是濕疹發生 其實發生率也會提高 所以到了夏天 我們該做什麼事情 其實保持我們身體的清潔 保持通風 飲食上不要太過辛辣 而且可以吃一點 比較清爽 涼爽的東西 在今年夏天 希望健康2點 可以陪伴你度過一個 有水當當膝膚的 今年夏天喔 我們就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鄭凱雲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很重要喔 在底下有個超級感謝 可以按下去表達對我們的支持 可惜 可惜 可以按下去 谢谢观看